每年4月到11月为防峻期 台北市27期消防驻驻队的训练人员 特别挺进屋赖区验收成果 现场演练各种状况处理 像是溪水暴涨受困沙洲 将伤者送上直升机后送医院等 学员都努力展现平日严格的训练技能 抢救救难不是不分区域的 新北市 基隆甚至陶雲 我们都随时会去支援他们 所以我们要完成这个任务 就随时要有这种救灾救难的训练 在这次参与演训的学院中 共有两名女队员 金箔不让须眉也展现了绝佳的应变能力 有人一毕业就投入消防工作 回想过去两个月 也曾因为严苛的训练造成基建发炎 但随着今天的完训 一切痛苦都值得了 女生在消防上本来就是体能会比较弱 然后想说那就不如学一点技能 就是利用技能来弥补体能的不足 就是消退 然后有跑到 就是因为比较常训练跑步 然后脚有点 期间有点发炎这样 台北地区夏季闷热堆流旺盛 瞬间强雨往往造成溪水暴涨 而急流救援属于水上救生的高难度项目 消防人员都必须受过专业训练 才能前往救援 才能守护民众在开心溪水时的生命安全 凯波大台北数位新闻张云飞采访报导 觉得他担心呢 嗯